台湾人口快送浪花 跟上朋友的年輕人 需要出外吃頭肉 提出特殊老人越來越多 為了要關心吃的中北 丹市農會每當都會邀請 各区農會做回骨板 大型的關懷活動 今天上午來到七個区 家裡跟中北交流 因為我們台南是一些農村 比較屬於老化的社區 有一些年輕人已經都 外出都沒有回來 也要讓年輕人知道 社區這些長者還是有 有我們農會 有這幾個機會可以提供他們 做一個活動 除了背叛老大人 酸油肥做運動 中島大家也跟中北共餐 中冥市雙東流來又溫馨 這些老大人是都很高興 有人來背叛他們 通過農會提供的服務 他們的農事 事件家庭 這樣有辦法接觸到 我們在地的一些社區 包括我們說的 事件農事跟家庭 都是提供教育 結合到社區 他們就比較了解 這些基地園 這些土地園 包括這些班園 讓他們進行深日的了解 我們台灣農業 這個堂口 包括我們目前社區 遇到的問題 透過他們的活力 也可以帶動 這些社區的長輩 不一樣的 他們的參與的感覺 事人說社區來 有關懷中心 讓他們真的有休憩運動的中央 但是欠缺親自豪東的氛圍 有同學的年輕人 都要讓中部歡樂 讓阿公阿嬤感到很大心 我們聽什麼來的 三七個苦彩虹報道 ?